今天给大家唠唠司马懿啊 这个无奖牛逼了 三国杀第一个神棍 掌控命运的狼固之鬼啊 讲道理啊 就现在各种花里胡哨的改判技能 控顶技能 都没有我司马懿 大鬼才扎扎实实的拿一张手牌精改判有压制力啊 司马懿在当年的人气是不低的 因为有反馈这个技能 他生存能力特别强 面杀的时候没有小伙伴会很主动的去杀司马懿 这被杀 反过来还要被拿一张牌 还是很搞心态的 我有杀我更愿意去打一些脆皮武将 不可能去打司马懿的 再减少司马懿可以控闪电 当年除了司马懿之外 能改判的也就只有张角了 只要张角不和我司马懿同日出现 或者说我司马懿在你张角后面改 那我这把就会玩得非常舒服 鬼才这个技能在当年真的有一种控制全场 生杀雨夺的感觉啊 就比如说诸葛亮面对闪电 一般情况下你只要脸不黑 关几张星 就算关的全都是海淘二道九 但全拉下也不至于被批 但是如果场上有司马懿的话 你还真没有一点办法 司马懿的改判是硬性的改判 天命难为啊 历史上曹丕或者曹瑞吧 但凡多活一点啊 演义里面如果上方谷不下那场雨 天命也不一定会归于司马市 历史的拐点就这么巧妙 命述从来不是绝对的 比他厉害的没他活得久 比他活得久的没他厉害 这就是司马懿啊 但随着时代变化 标司马懿逐渐也跟不上环境了 和排队的更新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军政篇更新了九这个家商牌 那就使得九杀你司马懿 被你司马懿反馈一张 其实并不算亏 然后又因为像军政篇 除了火攻这种牌 他把牌队给稀释了 就导致反馈有时候 也确实反馈不出来什么好牌 唯一的作用 可能就在敌方一回合 大爆发输出的时候 你可以把敌方的官人府 AK给反馈过来 起到一个很关键的限制作用 当然说实话敌方也不傻 人家是可以躲着你的啊 司马懿本身的配合能力也不强啊 配合真鸡嘛 那真鸡和司马懿 当年放在身份局 这个配合也不是很强啊 没锤子用 放国战可能司马真鸡蛮强的 身份局真的很一般啊 所以身份局的司马懿 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毒瘤了 他也不算特别弱 他说情况下 为队友改个乐的判定也有用 但是你本身个人能力太差了 在正面战场上 团队就指望不了你啊 那在2014年的第一版 建议突破 司马懿就迎来了加强 说实话这个建议突破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是真没有看出来 他改在什么地方了 只看出来插话遍了 给我朋友看也没有看出来啊 那其实整体上就多了一个字 以前反馈是受到一次伤害 现在是受到一点伤害 然后鬼才呢 可以用牌去改判了 也就是说可以用装备区的牌来改判了 那你别说 这样改其实还蛮实用的 受到多点伤害的时候 不太怕吃亏了 可以用装备区里的牌来改判 那司马懿就可以更好的留牌了 标司马懿如果被压了血线 回外其实也留不住改判牌 鬼才基本上就废了 这司马懿就很灵活了 改判系武将还是要保证他有足够的牌去改判 为什么说在国战司马懿很强 因为国战是双将机制 你另外一个将稍微有点过牌 你司马懿就不会太缺改判牌 再加上自身的卖血属性 配合国家曹皮之类的一血双卖 收益还是不低的 魏国容错率高 和司马懿就有很大的关系 有司马懿在的魏国 你是乐不住他们的 只能无奈的看着他们联动啊 那说到联动 其实司马懿和国家这对CP就有一个很好玩的皮肤联动 这对CP也是官方清典的CP啊 带头科是吧 在司马懿佳琪若梦这个皮肤中 你会发现 他后面挂了一个国家形象的晴天娃娃 而在国家仪式芳华这款皮肤中 后面的挂件形象 你会发现他也是司马懿的形象 真的是花式秀恩爱啊 而这两个皮肤呢 也都是木美人画的 木美人笔下的男将 都如蛟龙一般细水 这两个皮肤就是最好的例子啊 OK 这是司马懿 出来混 早晚要还的 下次注意点 无奈天命之子 天命 哈哈哈哈哈哈